人来人往的捷运站出现了针筒怪客了 有一个男的说呢 他是五天前下午四点多 在捷运市府站的月台 跟一个长发的这个男的擦肩而过 疑似被对方拿尖锐的东西刺伤手臂 这个男的之后呢 出站搭计程车就逃走了 现在被刺的这个男的担心这个长发男子呢 可能是不是拿针筒刺他 让他很担心向警方报案 在捷运站里面人多人潮汹涌的时候 特别小心自己的安全 就是他一头长发还绑着马尾 戴着一顶鸭神帽 刘先生搭捷运的时候 就是遇到这名男子 还疑似被对方用尖锐物品给刺伤 当时这名男子和长发男擦身而过 对方还疑似撞了他一下 过没多久他就发现 他的肩膀上多了一个伤口 16号下午四点多 当时捷运市府站月台人来人往 这名长发男先在月台上疑似刺伤人 被害人问他你拿什么刺我 接着他就跑出捷运站 搭计程车逃离现场 游先生被刺中 右手臂有一公分的伤口 还不断渗血 他担心该不会是什么带病毒的针筒 刺中他 如果拿针筒的话 这样当然会担心吗 多注意就是旁边的人 所以听到这个会担心吗 应该会注意 但是不至于到恐慌或担心 监狱传民众听到消息 人心惶惶 警方接获报案 发现他170公分左右 身材微胖戴压什么 长发还绑马尾 手拿蹄带 公布特征提醒民众小心 也要清查他的身份 厘清案情 这里面是台北报导